大家好,歡迎收看五間總結 我是Vicky,我是河英文 今集的嘉賓是Stanley Stanley,你好 亦同大家看看內地及本公股市中午收市的情況 才見到內地股市 中午收市全市向上上昇進入指數升不足1點 報3,275點 甚至正成分指數升47點報13,071點 創意版指數升37點報2593點 恆指方面,今日中午收報27,713點 跌2點,國企指數跌15點報9561點 大肆成交有557億 Stanley,今天港股特別在回控拖累之下 表現亦比較反覆 亦創了三個半月以來的新低 看到很多成分股裏面,特別是很多銀行股 都是一個創新低的跡象 包括剛才說的匯控 那些內銀股 最近都創了三四年的低位 其實港股後市會不會特別被這個板犯拖著後腿呢 都拖緊的了 但你說會不會大市因為這些股份 即是叫做不爭氣 再中一步叫做受到拖累 機會都比較高 因為某程度上,其實你可以說金融板塊 有沒有一些比較相對正面的消息 其實是沒有的 那你好像以回控為例 就是回控的股價 你見到它都是不斷下下沉低 雖然說今天的時間 叫做在200元以下 又開始有些支持 但是怎樣說都好 因為始終公司面對著的挑戰 還有那些叫做不明朗的情況 都還是會持續 所以變成它的股價 也都不會預期它有什麼可以有很大的反彈 但是其他的中資金融股 即剛剛荷里提及到 原來都真的不驚不覺 都創了幾年的新低 即是猜不到 但是銀行板塊 即是經濟不驚喜的時間 銀行股一定是差的了 所以純粹是以這個角度去看 銀行股差就沒辦法 即是預算它之後的情況 都不是太樂觀的了 但是相比之下 你說港股的情況 其實都不樂觀的了 因為以往我經常都說的 你之前的時間 都叫做在24001 24007這位置 之前沒有拉鋸的 但是問題是 好像一看銀行的幕上 你都見到的了 就是之前的時間 即23007到這位置 其實是很關鍵的 因為你看之前 都試過 試過之後 每一次都是的了 23006 23007這位置 都好像有些反彈 看看暫時 今天理解 或者是這段時間 能否站在找這個水平先 但是你見整個勢頭都是差的 所以變成真的 有沒有機會要再下市一些低位 我覺得機會信率比較高 亦都這麼說 因為其實你說市場 有沒有一些正面的消息 其實是沒有的 大家反而現在可能會擔心 有些比較關注 就是中美資產關係 以致到美國大選的論壇 選舉論壇的情況 都可能會對後市的比較大影響 所以現在暫時 看230007000 是否稍微穩先 但是跌穿了的話 真的有機會要再試到23000 這位置的水平 好啊 不過看回近來 有個板塊特別強 就是子業股 今天看到特別九指 都升得厲害 升了一成一 終不收市錢 看回其實它都公佈了 全順利是按年升7% 每股盈利是0.89 派末其息亦都按年大增2.6 見到在即後 很多大項都是調升的標價 包括高盛 都看到12元 九指這麼強勢 其實都連大利文造智 也都抽高了 知道這個板塊 其實都升了不少上來 會不會 還有沒有空間 短期的時間 都還可以升 因為最大的原因就是 如果你說業績的表現的話 叫做 即是業績大項一些預測的話 今次的業績表現是好 比大項的預期更好 還有你看到今早有很多大項 其實都是 我想都是比較看它業績表現 因為最主要就是 第一 盈利升得多了 那是有幾好預期 第二 就是說 看到債務都輕輕有些 有些叫做下調了 第三 排息多了 這些你可以說 即是這樣的上面看下去 就好像這些是比較厲害的情況 兼且 人民幣匯加又打了上來 所以令到它的股價 為什麼可以在之前的時間 走得這麼好呢 有這些原因的 還有因為本身的 這個職業股在傳統上 10、11月的時間 都可以說是旺季 因為有這個光棍節 這些因素 所以變相之下 對於它的股價 有一定的支持 所以即使大家都可能對於 那個指價的看法 可能比較上都是 可能對現在這一刻還有一些保留 但是我相信你說現在的 當時那個投資的氣氛 都仍然對它比較有利的 所以如果本身打算是 叫做短線操作的話 這些位置都值得再看高一點的 不過就 今天的圖你見到它 曾經都再上衝過 11元的位置左右 就好像有些回調了 所以暫時現在來計的話 11元的位置 我再衝高 但是 如果你是現價來這樣計算的話 我都可以向上網 都可以看到一成左右 但是它可能是12元左右的位置 可以說是比較短線的目標位置 但是兩支支付股 是不是都是以九支為首呢 如果你是以紙價 以至到可能對於那個 因為其實紙都分了很多種 九支和利文杜紙 其實紙的分種是有些不同的 但是如果你是以受惠程度去看的話 現時你一刻來計算 都是九支 還有以作為業務發展去看的話 九支都是比較優勝一點點的 所以這裡要選擇 都是選擇九支的 好啊 提到今天只不過是焦點之外 其實今早上都看著2313新洲 因為隔晚看到Nike 其實都公佈了它的業績 看到它第一季的收入 按年下跌0.6% 到106億 亦都好過市場預期的91.5億 新洲也是主要客戶都是Nike之一 其實今早早都有仇惠 高開了 但是那個聲勢又維持不住 暫時都是升得到0.4% 其實接下來會不會說新洲 都會有些炒作呢 就是憑著Nike的業績 那我又覺得兩者的關係 我先講一下Nike的業績 是叫做OK的 而且始終你說Nike的股價 今年以來也叫做得不… 雖然是跑人道指 但是也不算做得好 所以變成業績出來之後 它的價格再有彈 我覺得都合理的 但是問題是 好像你說新洲來講的話 其實它的股價今年以來 已經是先行一步很多 就是你叫它的股價 其實今年也叫做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都彈了不少 其實都叫做彈了 就是一升 所以變相之下 我會覺得它又不是叫做差 如果你是去過已經先行一步 但是如果以新洲那個 叫做前景去看的話 它那個賣點呢 其實在於說 它的技術的含金量相當比較高 如果你看它的產品的話 其實它有很多設計 一些叫做自生的 叫做獨有的技術 那兩樣東西 這個就對於它的股價 甚至乎對於它的業務的發展 這個前景來講的話 反而是一件好事 所以它的股價 雖然性質比較好 而且它的股值上 不算很便宜 但是我覺得它的股價 短期如果你是假設 再拆一些復甦的概念的話 它應該還有機會有些炒作 所以變成大家有貨的話 這隻暫時都要考慮一下 先拿著它 好呀 也感謝Standing 和我們這麼詳盡的分析 又和你申請回到 有沒有時機上台報告分 都沒有時候 好 感謝 今集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稍後回來會有其他直播節目 稍後見